大家好,我是蔡桑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一下网红的社会责任 那台湾的网红文化已经发展到今天 已经觉得让大家觉得有点莫名其妙了啦 那像之前的那个自导自演的晚安小鸡事件 那其实说真的真的是种种离谱啦 他就是设定说他去柬埔寨然后又救人 还是怎么样啊 然后结果到后来被人家发现出完全是自导自演 然后那个柬埔寨的警方去查获他的时候 还发现说还有种种奇怪的道具啊 我们假鬼假怪就对了 那最近又有另外一个案件啊 就是说我们的国际美人钟明轩啊 去了一趟中国之后 然后就回来讲说 所有的恐惧都是来自于你的想象啊 中国没有想象中的可怕啦 然后台湾人也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啊 一部分这样就对了 不过我是觉得啦 我自己是学民俗学的啦 如果你去了几天啊 而且都是在饭店里面在星巴克里面啊 就觉得了解那个国家的话 我真的觉得那民俗学跟人类学者 都应该通通去吃大便的你知道吗 虽然在台湾这种就是很重视理工 但是不是很重视人文的国家 本来我们就可怜要吃菜的就对了 那我觉得比较可怕的是说 像那个晚安小鸡事件啊 他那些粉丝啊 就是有人到现在还是觉得说 那个晚安小鸡是被陷害的你知道吗 意思就是说种种啊 反正他们这些粉丝所深信的 曾经就觉得说很厉害 这个晚安小鸡是绝对不会错的这样子 我觉得这已经是进入到一种 就是你被骗但是 进入那个拒绝承认现实的 那个拒绝期这样子了 比方说像其他 我们不胜美举啦 这一些所谓的网红们 他们所提倡的阴谋论 让很多年轻人觉得说 哦 干我听了这些以后 我就知道世界的真相啦 然后其他这个 你们这些媒体啊 怎么样都是在骗人啦 然后让自己觉得说 自己高人一等的这些年轻人 我觉得不管是在政治上 或是这种网红文化 都已经有点邪教化了你知道吗 我一直在讲啦 小鸡事啦 真的没那么简单啦 也因为世间没那么简单 所以成功才不简单你知道吗 所以你看了几支影片 哦 看几个网红在在提胸 这样子 你就觉得说 哦 这样我就了解世间的真相了啦 怎么样 我觉得你把成功这件事情 看的太简单了啦 那我们大家都知道 你做网红可以赚钱嘛 对不对 所以呢 他们做这些事情 我们觉得很满离谱的事情 那除了经济效益说 让他们可以赚钱之外 那为什么流量这个东西 会这么让人家走火入魔呢 在这边哦 我要提到另外一个 可能大家不太知道的网红 这一位先生呢叫木村太阳 金村太阳 其实他就是平常在网路上 会放很多有关足球技巧的影片哦 怎么样过人还是怎么样哦 啊其实哦 这一位木村太阳 当然他足球踢的 比我们一般人厉害很多啦 可是其实如果老实讲 就这个运动本身的话 他是连这个 职业选手都没有把他担上的 但是呢 他就是贴很多这种小技巧啦 在网路上 就是他的抖音啊 YT啦 IG啊 合计啊 订阅啊 就是他的人次是超过200万的 结果呢 我看到也很有趣的 就是他去看球 他跟一个人合拍影片 跟谁合拍影片呢 Kirian Mbappé 对对对对对 就是那个法国的国角 你知道哦 所以说哦 这种流量就代表力量哦 这是现代社会的一个特色啦 虽然说我不是经济学专业啦 但是哦 我曾经之前有看过 一个叫Michael Goldhaber 这一位经济学者 他所提倡的一个概念 叫做关心经济 所以关心经济啊 就是说 类似现在网红这种流量经济啊 就是说我们人们的关心的点 他会变成实际的收益 实际的一个经济活动这样子 那这些网红啦 他们除了说 你去看他的影片 然后让他有流量 有观看数 除了可能是YouTube平台 给他的广告费之外 其实哦 还有一个很可怕的 就是所谓的业配收入啦 那这个业配收入就是说 可能我在影片里面哦 就是提到说 某一个产品还怎么样 那当然都是事先 跟这些厂商讲好 你知道吗 然后厂商也觉得说 哦 因为你的影片 很多人看 所以你这样会有一个广告效应 只要你的形象不要太差的话 诶 对我们的商品曝光是有帮助的 这样你就会有业配收入 那这个业配收入多少 都是他跟这个厂商在讲的 那就是看你的订阅数啦 或是看你的影片的观看数 去决定说你这个行情这样 举我自己的例子来讲好了啦 那当然啦 我两个频道都还没破10万嘛 如果说要说网红的话 就是非常耐名级的啦 比方说我之前 自己兴趣的 开一间公司在做一些成衣啦 或是说 我们之前在台南经营这间 所谓的和乐文旅 这间和乐文旅真的不错 之前我们有特别做过影片 开箱过这样子 那我们就是也没有特别广告 就是说在影片 然后在留言这边置顶这样子 宣传一下这样子 那这样有没有差 我跟各位讲还真的有差 那就是说像我这么小的流量 跟这么小的规模 都会有差的话 那是我的10倍 100倍的这些 所谓的网红啦 不管他的数字怎么样 实打实的新台币 就会出来了 你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 Michael Goldhaber 所讲的这个 关心经济 真的在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真的是有成立啦 但是我一直在讲哦 就是说 赚钱很好没有错 可是我真的觉得 因为你今天成为一个网红 那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 这个社会支持你嘛 给你流量嘛 让你有知名度这样子 那我觉得你真的要负起 一定的社会责任啊 像之前那些玩小鸡啊 还是说这个国际美人去中国 跟着那样 好像换了一个人一样 然后就开始帮中国讲好话这些 我觉得不是很可取的 原因是什么呢 这边啊 我刚刚好我要跟各位介绍一个日本的小网红 为什么叫小网红呢 这个小网红叫Youtabon 所以他小不是说他的规模小哦 是他的年纪很小 他从国小生的时候就开始出来拍YouTube 然后开始讲说 一直就说 你只要去学校上学的话 你会变成机器人 所以你不要去上学 你只要不喜欢学校的话 你就不要去上学这样 去鼓吹这样的价值观啦 当然啦 我们知道现在这种时代 其实这些网红蛮蛮容易被断肠取义的啦 他后来当然有出来解释说 他是想讲的就是说 想去学校的就去学校 不想去的就不要去 我不是说叫大家都不要去学校这样子 但是这样子之后就是 因为小学生讲这样的话很劲爆嘛 所以到后来流量就出来 但是开始批判的声音也出现了 搞到后来就变成这个Youtabon 虽然还是小学生 但是他到后来就变成那种言上系的网红 他每次只要一出来讲话 大家就会把他干掉 意思就是说他去呆坏这些学生这样子 那他的爸爸 也是一个就是算生意人 就这个关心经济的角度来讲 这个好跟坏的流量 都是流量 这个Youtabon后来他也开募资 说要环游日本一周啦 但是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就是 这个小孩子 我们就会替他担心 你知道吗 国小的时候 然后你就开始这样子 你到后来 你是不是整个价值观会崩溃 包括像这个晚安小姬 他开始在作假 然后这个Youtabon 他爸爸 有人在批评他嘛 结果 这一个爸爸他开始去解释说 你这些所有的批评 都是做不到的人 就是没有办法像这个Youtabon 他儿子这样 这么有流量的人在嫉妒 那 晚安小姬的姐夫 大家都知道了 那这个Youtabon 最后也像社会屈服 说要靠靠掉吗 结果 现在他的流量 就掉到成为 一般的小YouTuber的水准 那这种我常在讲 这个叫天人武衰 就是天人武衰 其实在讲一种就是 那个天神 你知道吗 佛教里面的天神 他的寿命 比一般的人 长很长 可是他也会死 他也是有寿命 有一天他会死的时候 他会面临那种人死亡的时候 痛苦 几千几万倍的那种痛苦 所以你曾经那么红过 现在变成一般的Youtuber 然后你年纪还那么小 因为你现在才要考高中 这种天人武衰 会对长期 就是这个成长期的本人 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我不是专业 我不知道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蛮担心的事情 因为你探知 看这种名字是一时的 但是当这些观众散去的时候 你要独自去面对 你的人生的时候 你会变成什么样子 然后当时 就是跟这个Youtuber 一起在起哄的这些人 如果你真的被他影响之后 结果那风潮散了 这群人生散的时候 你被他耽误 或是被他浪费的人生跟时间 你怎么办 所以我觉得 这一点 就是很少人会讲 因为讲会得罪观众 但是我觉得 我不怕 我就要说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反省 因为什么样的国民 就会有什么样的Youtuber当道 那我们刚才也提到日本的例子 日本当然也有一些両公的 但是这些両公的 就是有时候媒体会稍微报一下 但是他们很少会去成为 社会的意见领袖 你知道吗 那我们台湾就很奇怪 什么大事都要去问这些网红 这些网红是有什么专业的 他就是有流量而已 对吧 然后就是到后来 这种不健康文化 捧出这种 已经以造假为乐的这种Youtuber 大家看得那么开心 当然很多人会讲说 我就想要轻松看影片而已 但是你看这些已经是有害 然后已经是被争效 是真的在浪费时间跟生命的 然后你还要处于那种否认起 去辩护这些人 去证明 自己我一开始就没有错 这样子 现在你们大家都是误解他 这样 我一开始到现在都没有错 如果变成这样子的话 那就是真的更浪费时间 跟生命而已 当然 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国际美人 他当然有他自己的言论自由 可是我们真的要说了 第一个 你真的是台湾把你捧红起来的嘛 那第二个 我们对你的性别认同 完全没有意见 但是真的要提醒一件事情 像你这样的人 你在中国你是会被修理的 你是会被矫正的 对不对 你这样讲的说 哦 那他们那个国家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 你才去那么几天 都住在大饭店里面 你是买一股买一小年 对不对 我另外一个频道在讲日本了 我住日本住那么久 我都不敢讲说 我对日本完全了解了 就算是开YouTube 也是跟大家分享我所知道的 你去那几天而已 你回来就开始在那边讲那些话 我真的觉得啦 你有流量的人 在台湾 尤其是大家把你碰红的这些 所谓的网红 真的讲话要有点社会责任 好 所以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